在娱乐圈里,英年早逝的明星不在少数,比如张国荣,梅艳芳,黄家居,乔任良,这些人有些因病去世,有的因为抑郁自杀,有的是因为意外,对于1980年出生于安徽的潘兴仪来说也是一样,潘兴仪,袁敏潘娟,父亲是编导,所以潘兴仪从小就喜欢电影,喜欢演员这个行业,也喜欢这种生活,于是一无反顾的走上了这条路。 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戏毕业后,22岁的他参演了个人首部电视剧《金粉世家》,而他凭借在剧中饰演的三姨太一角获得了关注,他也因此一炮而红,2005年出演了年代剧《软凌玉》,2006年参演励志片《男孩向前冲》,2007年参演都市爱情剧《不能没有他》,2008年主演了警匪片《千军一发》,受到很多网友的爱戴,如果不是出来意外,他肯定会很火,可是在29岁那年,一场意外,夺去了 他先火的生命,患有病毒性结膜炎的潘兴怡因视力不是很好,去接电话时碰到了鱼缸,正在做饭的父母跑到房间一看,鱼缸掉在了地上,地上都是碎玻璃片,更有几块扎入潘兴怡的身上,尤其是致命的一个扎在他的动脉上,父母赶紧将他送到医院,可是由于失血过多,最后他还是离开了爱他的父母,离开了爱他的粉丝。 在潘兴怡的追悼会上,来了一种亲朋好友和同学,作为室友的姚琛来送到最后一程,对于室友的离世,姚琛显然是不能接受这个事实,更是痛哭到一路晕厥过去,让人感慨生命是如此的脆弱。